觀眾朋友你知道你的血液或裡面的血球到底健不健康呢 比方說如果紅血球 它量不足或成長不好 貧血居然是很多疾病的第一徵兆 其实不管女高中生 或者80歲老先生也都有这样的问题 是我们先来看一个知名的男演员 他这个年纪还算轻 大概40岁左右 那他前阵出了一个什么状况 他说他在拍戏 那拍戏呢 确实他的烟影也还蛮重的 一天一包这样子 而且有一天呢 他就是因为心脏先出现疼痛的这个状况 然后痛到他还差点要去急诊这样子 那后来医师就警告他说 你的抽血 你的血里面这个尼古丁的含量 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加上你自己 其实他心知肚明 他是有地中海形皮血的 所以医师就警告他说 你这个发生心肌梗塞的几率很高 你一定要赶快的这个戒烟这样子 那当然他后来有戒 是因为那个有生小baby的关系 当爸爸就会比较在意 好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女高中生的例子 其实很多年轻女性 包括这个年轻的上班族也好 或是女学生 你会看到这个图片上 其实左边那个白白嫩嫩的手 其实就是贫血的血色 右边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像这个案例来讲 他是在这个进学校之后有做 我们学生有做健康检查 那他发现他的这个贫血的状态是中度的 我们知道女生大概要在十二以上 那他就是很低 结果呢 他的这个就确诊的是这个缺铁性的贫血 那平常他有什么状况呢 他就是生理期的时候量很大 而且他又有一些偏食的状况 比方说有些人就是爱喝茶咖啡 或者是比较不吃肉 所以他的这个营养素就不足 那后来医师有就是给他这个补充 铁剂的部分表示 他其实是症状蛮严重的 那在治疗之后 这个体能各方面是有恢复起来 那我们再看这个80岁的这个长者的案例 这个老先生呢 他是先这个上腹痛的关系去了急诊 那他有这个陈述说 他平常呢在排便的时候是有发现 偶尔他的大便是比较黑的 那血色素测起来呢 真的是相当低 只有5.5克 对那他的这个除了贫血状态 他的铁蛋白也是偏低的 所以也是诊断缺铁性的贫血 那有时候我们缺铁性的贫血 你就要去找原因嘛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血了也好 或者是有肿瘤 结果他从肠胃道去检查之后呢 在胃肠的部分是没有太大 胃部的部分没有太大问题 可是肠道部分有找到一颗超过五公分的这个肿瘤 所以后来是把这个给开刀拿掉了 所以其实国际上就有一些研究 他们发现说贫血是很多疾病的第一征兆 国际上的发现是什么 是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在以前当学生的时候 老师就有教 那贫血一定要赶快去找原因 不是给铁剂就了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很多疾病它是以贫血来表现 比如说像美国哈佛大学在1983年到1987年 这个有207个大肠癌的个案 那其中他们知道 就发现说 这些所有的个案里面 它以贫血为表现 他们总共有找到15种症状 那其中贫血占了57% 等于是6成的人的大肠癌的个案 他有贫血的症状 那另外一个是冰岛的这个研究 那他们追踪了50年 50年 从1955年到2004年的话 总共找到2000多例 那大家一定想说 奇怪 20年怎么才2000多例 我们台湾一年就15000例了 对 因为冰岛全国才37万人而已 了解 所以他其实这些例子更可以 就是说他的代表性相当足够 是的 是的 因为国家人口少 那这2000多个案例里面 基本上也是发现说 大肠磁肠癌的个案 他贫血的几率就是六七成 有这么高 那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们 只要我们在门诊的时候 看到贫血 那尤其是缺铁性贫血的病人 那我们一定要去小心 如果是女孩子的话 那当然大部分一定问说 月经多不多 有没有喝很多茶或咖啡 茶或咖啡 对 可是男生 男生缺铁性贫血的几率很低 不太可能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只要是男生 那有贫血一定要小心 那我过去就有遇过一个 大概五十几岁的男性 他其实来就是血红素只有八 男生一般像我都十六 十五十六 八的话是怎样会省道道这样子 走路会喘 爬楼梯都会喘 因为他的血红素只有正常人的一半而已 所以氧气输送会不足的 好然后我们就检查 那我们标准作业程序 除了测血测血液当中的铁 还会留个粪便 那粪便出来血液反应是阳性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胃有痛苦吗 贵贵 最近贵贵 我就说那二话不说 就叫他去做胃镜 结果胃镜做下去以后 就一颗肿瘤六七公分 我怎么啦 六七公分 只有只坐坐而已 所以要不是从贫血发现 还不知道胃里面有这颗肿瘤 那后来就赶快去开刀 那所以说这个能够开刀的 还算是好事 因为很多时候胃癌 他长得快 你一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转移到肝脏 或是肺了 已经不能开刀了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大医院的话 会看到有一些癌症患者 他的表现是贫血 尤其男生 像王一世 你在诊所看到 男生的话 最常是因为什么原因贫血 其实刚才吴医师有提到说 贫血其实有一种叫急性贫血 一种叫慢性贫血 如果像女生月经 那种叫慢性贫血 一个月 月经就是一般五天变十天 那种癌症的话 他会慢慢 也是慢慢出血 他不会说很多 但在我们临床三个 三个病人说 其实刚才有提到说 癌症都是年纪大的 我以前在疫情之前 我特别想到疫情之前 我一年会看到两三个 年轻的男生 所以年轻是四十岁以内 他来看医生的原因是说 他其实基本上 他偶尔感冒都会来看我们 我们其实看他 都觉得他身体很好 可是过了一个半年 没看到他 就他下次来看诊的时候 很奇怪 来的时候 我们都先叫号码 叫某某人 所以他觉得医生说 护士说 他刚去上厕所 他去上厕所 上厕所走之后 又等了十分钟 慢慢回来 回来之后 其实在一楼走路 从厕所走回来 不过三十公尺 回来之后 他在门边 走很慢 走很慢 他看到说 王医师 我好累 我很无力 结果你看到他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情 他的整个人 不是白 是叫做惨白 甚至我讲一句实话 叫做死白 我们刚才有听说 贫血的人 在我们医学上面 我们医生只要看他的下眼瞼 就知道说 他有没有贫血 但是有一种人 他如果结膜性 过敏的人 发炎的人 所以我常常说 你的手拿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手的部分 手掌吗 手掌也可以看 那这块 其实指甲会更明显 指甲会很明显 所以有时候女生一进来 我都会请他的手伸出来 跟我的护士跟我比 比如说 王医师的是15 我的护士的大概13 你呢 大概15下 这样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他就是一个色差 对 然后疫情期间 因为大家都戴口罩 所以嘴唇白的都看不出来 是 所以说贫血是属于这个样子 等一下 但是他不是要把这个 嘴唇下面翻下来吗 他到底是看哪里 就是看你的嘴 有没有比较那种惨白 其实基本上 翻下来之后 有没有比较白 我们常常做简单的理学 就是看下眼瞬 是 那我这个病人一进来 看到在那边传的时候 他到底怎么了啦 你到现在还没揭晓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刚才去上厕所 你拉了很多水便 他说你怎么知道 那你已经这样子快一个礼拜了 每天都拉四五次的水便 你知不知道 他说你怎么知道 你算命了 然后我刚才说 你知道你有看 你的大便是红色的吗 我说他刚刚因为他以前在家 都是蹲完马桶就冲掉 因为我们诊所是你要蹲的嘛 所以他一定回头一看 他吓了一跳 全部都是血 所以他会吓成惨白死白 是因为他 一方面湿血 一方面惊吓 而且重点是 他每一天上厕所 可能两次到三次 每一次的血便 可能五十细细到一百细细 所以当他来看我的时候 整个脸是白了之后 我开转诊单 让他去大医院 回来的检查室 他的血红素已经剩下七点多 他叫急性的流失血 所以他从正常男生的十四十五 降到七点多 所以他整个人都站不住 那原因是哪里 痔瘡 所以很多人都有痔瘡 可是重点来了 大家都认为痔瘡 会痛的跟不会痛的 外面摸得到的跟摸不到的 病人都认为 摸得到叫外痣 摸不到叫内痣 跟我们医学的分类不一样 那这样病人 他一痔瘡出血 他没有感觉 重点是他没有感觉 每一次一大便 就捐五十细细到一百细细 这样连续七天下来 他捐了快两三千细细 给他家的马桶 所以病人是因为急性的缺血 导致快要晕倒 贫血来看医生 那这在以前的话 疫情关疫 大家都喜欢吃什么 麻辣锅 姜母鸭 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 这样痔瘡的病人就很多 所以年轻的男生 如果有这样急性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 都是跟痔瘡有关 痔瘡有关 好 如果说是因为失血 不管是肿瘤 痔瘡 或者女生的生理期 到程的话 缺铁性贫血 那就赶快把血 把铁值给补起来 我们请到雷神主厨 雷神赶快给我们补血料理吧 没问题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南洋海菜牛肉燕麦饭 其实很简单 我今天准备的这个 是我们的燕麦糙米饭 一样先把它放在 我们的砂锅里面 确实要做一个 保温的一个动作 好 那把它放进去之后 因为现在我砂锅里面 已经有开点火 那开点火最主要是 让它的一个温度 再度让它上升 让它感觉 等一下我们在吃这个米饭的时候 是会比较Q弹一点 然后我现在把火关掉 利用它的余温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对 这样就可以关火 就是你认为那个 你用手感应一下 就是有那种热气上来 我也来感应一下 你看那热气都上来 有 有 对 那另外我们开始 要来炒这个牛肉 炒这个牛肉其实蛮简单的 首先我在这个锅子里面 稍微给它微微 给它做一个温热之后 放一点这个橄榄油下去 把它放进去之后 那接下来洋葱先炒 洋葱把它放进去之后 再开始慢慢地去把它 做一个开一个大火的一个动作 开大火的动作 就是把这个洋葱的香味 是完全给它炒出 那接下来 通常铁质我们大家会想到 牛肉对不对 对 比如说那在这一道里头 它用了像是空心菜 小番茄 然后紫菜等等 还有哪些有铁质 对 其实雷师傅今天用到的 包含红肉 猪牛羊 还有深绿色蔬菜 是 紫菜 黑木耳 其实都是含有 很丰富的铁质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糙米跟燕麦 也有 也有铁质 属于植物性的一个来源 其实铁质一般来说 包含就是像带壳的蛤蜊 或动物的内脏 其实都含有丰富的铁 但是其实在补充铁的时候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 在维他命C的时候 也要同时做一个补充 维他命C它可以将我们这个 因为铁质素质它的吸收很差 但是有维生素C的存在下的话 它的吸收利用率 可以增加三到五倍 维生素C一般来说像是 水果会是比较好的来源 像是黑枣 红枣 或者是红色的火龙果等等 都是一些维生素C 铁质含量也都很高的 所以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如果大家觉得黑枣 红枣 不是这么容易取得的话 其实像是大家很容易取得 像芭乐 草莓 柑橘类 奇异果 其实也都是维他命C的 反正就是水果之类的 对 维他命C的来源 所以其实当你如果这餐 真的吃了牛排大餐 其实我蛮建议你餐后 要吃个水果 对 比如吃一个橘子 吃一颗柳丁 其实就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好 像我们雷师傅用的是小番茄 对 我现在把调味料 只有放咖喱粉跟盐巴下去 一样把牛肉去给它翻炒 让它完全熟成 好香 咖喱口味 对 接下来我们要把酱油的部分 要把它放进去 先把它放进去 酱油 放进去 然后在里面 那个香味让它迅速散出来 好 我们现在要把它开始进行做一个调味的动作 首先我现在先把这一个空心菜的部分洗干净 把它切成条状之后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开大火 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牛肉空心菜 对 没错 就是这种概念 对 你说现在要开大火 开大火 对 开大火之后 我们现在要把它放一点点这一个 我们的柴鱼酱油下去 柴鱼高汤 柴鱼高汤下去 对 把柴鱼高汤放进去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把紫菜的部分 放进去 好特别 紫菜你是因为我们补血料理的关系才加的吗 对 没错 把它放进去以后翻炒 翻炒之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这里面 就会好像有点在炒那种炸酱牛肉那种感觉 事实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是紫菜 其实紫菜加了下去炒 尤其用一点油下去炒 紫菜的香味是蛮香的 对 这让我想到如果大家去吃牛排的话 饭后不是会有茶或咖啡吗 如果说你原本铁质就比较不够的话 就要避免这种有咖啡因的茶 或者是咖啡 因为它会妨碍铁质的吸收 那甜点呢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选刚刚你话讲的 水果会比一般的甜点来得好 因为它有维生素C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 柠檬汁的部分呢 哇 维生素C来了 放进去之后呢 现在关起火盐 是 然后呢撒上一点这个番茄部分 其实呢 这道菜呢 就是有一点像潮桌牛肉饭 可以改良 对 潮桌牛肉饭其实用什么 用沙茶酱 对 潮桌牛肉饭其实用沙茶酱 那有勾芡 那也很好吃 对 有勾芡 那我们现在呢 是完全是没有勾芡的 那你刚加了柠檬啊 对 这个维生素C有增加了 那它对于风味上有什么提升 我们在吃的时候 等一下 因为我们牛肉的部分 你把它加一点点柠檬下去呢 就像我们去吃烧肉 会沾一点柠檬汁 那种感觉的那种味道的提升呢 这非常棒的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空心菜牛肉 放进去之后呢 利用它里面的一些菜汁呢 让它去吸收到 吸收到我们这个整个的燕麦饭里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它 我看王医师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关小火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它撒上一些 腰果的一些碎 好 我们撒上一些坚果 这道就完成了 从饮食帮你补血 推荐这道南洋海菜牛肉 燕麦饭给你 多种蔬果与牛肉一起烹煮 香味四溢 营养丰富 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铁纸 广告之后来看 那么贫血影响包括你的记忆力 心脏甚至免疫力等等 还有吃素的人容易有恶性贫血 这又是什么呢 马上回来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啰 感谢观看